所有的朋友大家好 好好好OKOK 目前是已经在直播了 是的又到了每个礼拜 也没有每个礼拜 今天才是第二个礼拜 所有的好朋友 最期待 也没有所有的好朋友 应该只有一部分的朋友 非常的期待 那么未来的每一周的礼拜四 然后晚上九点 我们都还是一样会跟大家做直播 来分析一下我们最近 我们在市政上 然后做了哪一些的探讨 在礼上做了哪一些的服务 然后有哪一些的事件问题 持续的追踪 以及对各式各样的 这个时事议题来做一些分析 好首先 哇我的PPT竟然它是会动的 我都不知道我做的PPT 它竟然有这么美好的设计 我们再看一次好了 再点一下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报告什么呢 哇我的PPT竟然它是设计出 有动画的 虽然是我自己打的 但我不知道它原本是内建这个模式 所以今天呢 其实原本设计礼拜四要直播 是想说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 一整周的时事议题 或者呢可以探讨 比较没有什么时效性的 但是刚好这两个礼拜四 当天都遇到了比较大的事 尤其像今天又是台风天 然后清晨又地震 那地震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呢 在家里 然后有任何的一些想法 跟心情 欢迎都能够留言下来 那么今天清晨的时候呢 其实我人还待在台北市议会 那还好议会当然是非常坚固的 所以我不担心有任何的灾情会发生 如果连台北市议会都能够挣垮的话 大概台北市全部之后完蛋了 所以我当然是非常的心如止水 那大概就是东西比较没有晃倒啦 什么的 那但是呢不知道大家家里的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今天一开始呢 我们要跟大家报告 就是今天是台风天 但是今天也是父亲节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 已经当上父亲的叔叔 还有伯伯 爸爸们都能够父亲节快乐 那当然也开个玩笑 祝福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当爸爸的 也是父亲节快乐 那在第二个我们要跟大家探讨市政追踪 大家记得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内湖呢发生了一个托育中心的虐童事件 那么后续到底状况是怎么样 那我们要来为各位持续追踪 再第三个呢 也就是这两天发生的大陆缺席金马甲的事件 好所以如果大家只针对某一件事情有兴趣的话 不要走开 因为我们这三个都会讲 来自第一个讲到台风天跟父亲节 我们马上就想到 拜托父亲节呢 吃个大餐很过分吗 好这是我们的前政院副秘书长 薛湘川先生 好了不跟大家开玩笑 好这台风天我们还是认真的跟大家报告一下 首先呢是明天在北部地区 好北北基 然后还有我们的桃园新竹 都是停止上班上课的 好原本我们在地方上有一些会刊 那明天的会刊也是要临时的取消 因为公务员就没有办法来地上做会 来这个礼上来做会刊了嘛 好那么其他的地方 好除了宜兰呢明天也是停止上班上课 其他全台湾各地呢都还是维持照正常上班上课的情形 那真的每到台风天呢 当我以前还是学生的时候 最期待就是放假 但是当上议员之后 哇这个身份马上不一样 就角色有一种转变 比如说我们就很担心会不会有淹水 那么是不是要赶快请水利出来帮忙啦 然后要来调动抽水车啦 我们就很担心说是不是四处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树枝的倒塌 或者呢是电线杆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那我们都要立刻的来联络来处理来解决 那当然我们也需要去关心市政府说 哪一些该做的地方 然后没有做到 或者呢是邻里当中有什么需求要反应的 然后我们要协助来联络来处理 真的跟以前还是学生时期就完全不一样 学生的时候就觉得台风天能够放假非常开心 但现在就不一样 那么也跟各位报告 在这一次最新的这个台风 那在台北市 在台北市当中目前发生的这些事情 市政府有接收到各方的陈情以及意见 那么最多案件的是 民生跟基础设施发生的灾情 其他包含像是路数的倒塌 然后我们当然希望 你看像其实台风还没有正式的登陆跟来临 那么已经有了一些小小的灾情 所以我们呼吁开车的朋友 或者呢是如果你有朋友正在开车 你也不要告诉他 对吧 因为你没有办法把电话给他 他正在开车啦 那但是大家如果出门在外 还是要非常小心 甚至有一些路面的破损跟坑坑洞洞 或者如果有什么东西倒了砸下来了 那么大家也都可以直接打1999 这样是比较方便跟快速的 那么一般我们讲说 民生跟基础设施发生的灾情是像什么 可能说感觉非常的多见 一般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在中山区 这是下午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 例如是士林网大直的方向 有一些坑洞 或者呢发生了在松山区的工地 阴架外漏 或者呢可能有掉漏的危险 那么一般民生基础设施的灾情 比如说电线赶在倾斜了 或者呢是在最后一个部分 像是四面行车号制的闪灯 有一些交通号制可能有问题 所以在这边提醒大家都要多注意 因为我们直播的设计呢 是采用直式的 因为用横的一直调不过来 所以如果荧幕有点小的话 没关系 因为重要的东西我都会用面的 告诉大家 那有网友问了 因为上周不是在YouTube吗 怎么这一周是在脸书呢 因为我们也一直在尝试看 用哪一个频道的效果跟互动比较好 就是比较能够跟大家来多一些互动 尽量能够知道 大家的一些想法跟消息 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到我后面的匾额是柯文指挥 我还没注意到 原来可以看得到 好吧 那也没什么问题 看得到就看得到 不好意思 因为我现在正在打开自己的手机 所以我正在看一下直播 看一下网友的留言 那么所以总而言之 台风天就是那个老笑话了 没事千万别出门 那再来呢 针对早上的地震 然后这个是台北市政府 就是内部我们去询问 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那台北市目前已经针对全台北市 本来就有一些列管黄丹 也就是说本来台北市 有查说这个建筑物 可能是一些比较危险的 或者是相对来说 可能人民对它有些疑虑的 就马上到县长去查看了 发现说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是四个案件查看结果 没有什么立即性的危险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但是有一些民众有通报 建筑物的外墙会有瓷砖的剥落的部分 那总共台北市有22件 那么都已经立刻派了建筑师现场勘查 那如果觉得有一些危险 它可能那个砖块啦 什么那种围墙 然后还会再持续掉下来的 已经拉了一个封锁线 所以如果市民朋友 刚好你住家附近 就真的有拉起封锁线了 拜托好不好 就是不要开玩笑 那个地方就是危险 不要靠近了 所以以上呢是关于这两天 不论是台风以及地震 那么我们在台北市当中 那身为议员 我们来告诉大家跟分享一些资讯 希望大家都能够多注意 接着我们就要进入到 今天要来跟大家报告的市政议题了 市政议题 这是什么呢 就是今年在四月份的时候 发生了一起在内湖 叫我们的托育中心 发生了这个一个不幸的事件 是一名保姆强压男婴五岁 十九分钟 那那个画面我们在这边就不放出来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应该都可以记得这件事情 那这段事件很令人伤心难过不舍 而且也很愤怒的不幸的事件 那么在当时台北市 以及很多全台湾各个官员 或各个媒体 其实都对这件事情 有很大的一些反响跟讨论 并且都会说 我们建议应该要怎么改 怎么改 那么在当下台北市社会局 当然是有裁罚30万 并且勒令停办一年 然后都裁罚罚管 后来我们可以看到 北市社会局将检讨评鉴机制 而且呢 当然很多人都会有很多建议 比如说第一步 当然最重要的是严惩 我们要防止未来相关的事件在发生 因为这才是最重要的 亡者已以来者可追 所以第一个当然是当下要严惩 就是防止未来再犯 第二个我们要改善评鉴制度 为什么 因为发现这一家违规的业者 他在过去的评鉴制度 评鉴它是假的 就是推荐的意思 那么我们推荐这个业者 结果这业者发生了这样的这个 虐童的事件 那当然我们就觉得 评鉴制度是不是应该改 那再来很多人都会建议说 一定要装监视器 甚至呢要加装云端 及时连线的监视器 那么我自己 在台北市议会 当时遇到这个问题 我们也在质询 那么我特别质询的部分呢 是我认为关键还在师生比 因为在过去以来啊 违规最大众 就是师生比不符规定 那其实在现况底下的师生比 规定是1比5 一个老师教5个小朋友 那其实已经觉得很辛苦了 其实已经觉得很辛苦 但是还是很多不符规定 可能一个老师要照顾6个小朋友 或甚至到7个小朋友 那么我们提出了种种的建议 或者社会媒体跟舆论上 都有提出很多的改善 也有很大的期待 到底一个季度过去 从4月到现在已经8月8号了 到底下文是什么呢 所以这两张图是给各位看 那我们呢 在7月份的时候 在7月中 然后我们就会跟市政府 持续来追踪相关的讯息 因为我觉得呢 我们总质询是5月中 5月中到现在 差不多两个月 两个月结束之后 那你应该针对我们 议员总质询的问题 或者是在部会质询的问题 应该有一个追 下文嘛 应该办下来会有一些什么结果 所以我再问到底 后续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当然字很小 我们就直接来跟大家 一一来做探讨 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现况底下 台北市社会局 针对托婴中心 是如何去做检查的 首先是三年一度 做评鉴报告 就帮你打 你是优等还是假等 那因为全台北市 大概160多家 那你不可能 这个一口气 检查完这么多家嘛 所以三年一度来做评鉴 那除了正规的评鉴以外 每半年还会进行一次抽查 就是无预警的 前面评鉴是事先通知你 那么让你会交一些书面的资料 比如说关于水电 关于整个房间 然后你的什么收费的情况 一些基本的状况 那当然也会到现场去看 你是怎么样来照顾小朋友 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种评鉴呢 因为预先告诉你了 所以有些业者可能就会演戏 或者他会作弊 就是由官员来看了 然后才做得比较认真 但官员一走呢 就开始打荤摸鱼了 所以我们还会有抽查 那么2019年的上半年的评鉴 是已经都评鉴完毕了 确实存在 评鉴的状态是优良 但抽查却发现你有问题 这是什么 比如说在评鉴的时候 哇你的表现都很好啊 评鉴的时候 一个老师有四个学生 但是一抽查的时候就发现 为什么你可能一个老师就没有了 一个老师要照顾五六个学生 或者呢厨师当老师 那厨师他就没有这个执照啊 或者原本规划是给学生孩童的空间 但是他却变成了办公室 那当然抽查会检查你的公安 销安团体保险啊 或者是收退费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大家应该就可以理解 评鉴跟抽查的差别在哪里 那么在现况底下 抽查如果发现这件业者有违法的问题 那么怎么办呢 台北市社会局就会开罚 而且限期改善 要你缴交改善的计划 然后下一次我再来抽查 所以如果你都没改善 那我就会一直抽查 那在万华在大安都有 每一个月都有抽查到的案例 就这个业者呢 就是没有立刻改善 所以抽查发现违法就开罚 这个大家听起来就觉得 好像蛮OK啦 是一个很好的积核机制 但下一个部分我们告诉大家 比如说抽查了 发现没有违法 但观感不佳 总觉得好像照顾不周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抽查发现 园长请假 或者主任请假 主任请假是把他这个合法请假 他也要遵守牢记法 他乖乖的请假 但是呢 好像对整个管理不见得那么好 或者呢 他的师生比符合规范是1比5 但有的时候呢 他可能是 总共班上总共有15个学生 然后呢 他们全就三个老师嘛 是符合规范的 但是他可能某一个班 比如说他是七个学生 一个老师 那另外两个呢 可能是一个老师 三名学生 所以他总合起来的师生比是1比5 但是他实际上在一个班上 一个老师可能师生比是超过的 那面对这种状况 怎么办呢 他就是 因为他是合法的呀 你看他总平均合法是1比5 这种状态之下 只能够给他行政指导 那如果严重违反某些规则 或者是觉得状态太不OK的话 台北市社会局就会要求 老师必须要来上课 所以 就是没有用 就是我们发现 我们抽查发现 你这些业者有些地方不是很乖 所以给你一个行政指导 那指导有罚则吗 没有罚则啊 就不罚你钱啊 那不罚你钱 有什么用呢 就没有用啊 业者当然他就听听就算了 因为没有罚钱嘛 也没有任何的罚则 好 所以我们来看实际的例子 那在5月10号 我们的台北市社会局 当然也公告了 过去以来发生了这件事情 那么社会局 他是怎么样来裁罚的呢 我们看到就是该 该处罚时 多少钱的 就罚多少钱 最下面 有一个画红线的这个指标 这个字很小 但是呢 我们直接来看 为什么不能 有网友提问 为什么不能直接撤销他们 因为要符合 他有没有符合撤销的规定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讲到 什么样的状态之下 才可以符合撤销的规定 那就是 你有没有符合停业的标准 他如果只是不太乖 比如说呢 你看到这个老师 然后呢 他好像对学生 都没有露出温和愉悦的表情 你说这对小朋友好不好 这当然不好 但是呢 法规上 就没有要求你 老师看到学生一定要笑 你知道吗 这些就是法无规范 我们觉得不大好 但是法无规范 也没有法则 这个时候台北市社会局 也拿他没则 只能行政指导 说那你必须要乖一点 我们来看我这边 画红线的地方 他说 社会局发现 连锁托婴中心 有三间呢 有照顾不周 但未达儿少权法 第49条的情势 所以社会局 寄出行政指导 要求托育人员 进行婴幼儿照顾课程 16到32小时 那这个就很明显 可以看得出来了 有网友询问 那为什么不能够开罚呢 很简单 就是因为 他虽然不佳 但是没有达到 违法的标准 那么干嘛 就只能够给你行政指导 所以 从单纯的内乎案件 我们至少发现了 如果是评件 假等 却出现了虐同 那么表示你的评件制度有问题 评件制度应该要改善 再来呢 是你评件完了 发生问题之后 那你就要把你给踢除 因为有些业者 他可能就会觉得 哎呀 我今年刚评件结束 我得到了优等 得到了假等 那是不是我明年 就可以开始比较松懈一点 就可以开始比较不符合规定一点呢 有这种状况 所以我们很简单的想 就觉得一定是这两个地方 需要去做改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在现况底下 对于托育家园 他的评件指标是什么 那这是目前台北市 最新的一个规定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评件分成很多的分数 比如说行政管理 20分 托育活动 40分 健康安全 25分 这40分 那么再来我们看到第五点 就是红色的一个减分项目 这个字都有点小 我用念了 有一个叫减分项目 是扣分题 是扣分题哦 那我们直接来看 我们先看一下 一般的托育活动 比如说在评件指标 是评件什么东西呢 好 第一个评件内容 比如说你看 老师能不能够经常的 搂抱或俯拍婴幼儿 好 或你有没有以愉悦温柔正向的方式 与婴幼儿说话跟互动 好 能主动关心婴幼儿 那这些就是评件的内容 是吧 也很重要 托育活动也很重要 好 那么 这是可以演的 你懂吗 这是可以演的 评件的人员来了 然后 然后我是保姆 我是这个合格的保姆 然后呢 我就 我是托育中心 我就看到小孩 哎呀你好啊 好可爱啊 我们来照顾你啊 你有什么需求 宝宝 我跟你说故事啊 对吧 那评件人员来了 你就可以演很大 就跟有些求心一样 很爱演 那么平正的人走了 你就不管他啦 所以很显然会有做戏的成分 但是下一个问题呢 我们要看到的是减分的项目 看一下 网友的留言 声音太小 声音太小 这样子声音可以吗 声音OK吗 不OK OK 声音OK 好好好 有网友说 又帅又有才华 不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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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努力 持续努力 帅呢 要感谢我的爸妈 好好好 当然是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因为帅有时候 也是要感谢我自己 没有好好的保养 好 好 开玩笑 开玩笑 我们现在来探讨是 这个严肃的议题 我在说 发现现况下的 评件制度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在评件当中 有一个叫扣分项目 扣分项目 你让自由点小 我直接讲 他说 你最高 扣三分 好 那么有哪一些问题呢 就是比如说 你在两年以内 那有没有 社会局 要求你要限改 限期改善 就是两年内 社会局 有没有发现 你有问题 要求你改善 好 那比如说 你发现有 儿童年龄不符 人数不符 工作人员资格不符 师生比不符 使用违健 或者隔间变动 或传染病没通报 有没有发生这些事情 有发生这些事情呢 最高扣你三分 好 那么这个评分标准 就是大问题所在 为什么呢 因为 假设有一间 业者 他同时犯了 儿童年龄 年龄也不对 人数也不对 工作人员资格也不对 师生比也不符 又违健 又隔间变动 立案证书也不对 传染病也没通报 收退费标准也不对 好 这么多问题 但是他最高 只扣三分 那这就让业者觉得 他不用害怕 对不对 因为你看 我前面正式评鉴的 你说看到小朋友 要愉悦开心 然后或者是 那我的这个水电安全啊 或者我的这个地段 怎么样 这些行政上的工作 我有几个人 我有老师 我有厨师 这些都是 我在评鉴的时候 可以事先准备好的 但是抽查发现到 我违规的地方 不会影响到 我评鉴的结果 这就会让他 不怕不怕吗 不怕不怕啦 不怕不怕不怕啦 这就是现况底下 评鉴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所以有网友讲说 评鉴只有表面 应该不定期的抽查 没错没错没错 好 所以现况底下的 不定期抽查 就是半年一次 现况底下的抽查 是半年一次 那我们讲说 抽查的问题在哪里呢 是 因为现在我们对于 抽查说他有问题了 可是呢 他的问题 并不会被列在 评鉴的指标上 在评鉴的指标上 最高率只扣三分 这就是现况的问题所在 好 所以当我们反映了 这样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台北市 在这个会期结束之后 做了什么 第一个就是 新增减分的项目 这个字有点小 这第一个就是 新增减分的项目 把无预警的 击查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不定期的抽查 列入减分项目 所以呢 那大家就会比较怕 而且呢 要拉高减分的配分 你看满分是100分 那有些扣分 只扣你3分 这当然是大家 没在怕嘛 因为他一个书面报告 做得好 可能40分就拿到了 所以第二步就是要 拉高减分的配分 这是第一点 叫做新增减分的项目 再来第二点呢 叫做基优排除 就是如果这些业者 发生了不当的事情 那么就撤销基优的等地 你这家业者 去年我给你平 是假等 是优等 但是你今年 发生大事了 那么我当然要 基这个优等 假等 就应该把你给撤下来 这也会让很多的业者 不会觉得说 我平坚完了之后 那他就会比较松懈 好 所以这两点 就是在这两个月 台北市社会局 所做的努力 那当然实际上 比如说扣多少分啊 然后他怎么扣 这其实社会局 还在研议当中 但基本上是确定 要往这两个方向改 好 那么再来 台北市还改善了什么呢 就是靠中央 靠中央 就其他通通都要 靠中央了 所以我并没有苛责 台北市社会局之处 因为我们等一下 就会讲到 有些地方呢 其实社会局 他也至爱难行 他也没有办法的 比如说 在台北市社会局 可做的范围以内 在台北市社会局 可做范围以内 目前做的是这两个 那当然比如说 怎么评鉴 也应该要很大的 可以改善空间 比如说 那个家长 是不是也可以 纳入到评鉴的指标里面 那当然了 就是过于专业的 家长可能不太懂 但是比如说 怎么样孩子最开心 怎么样那个 让小孩子觉得 过得OK 然后没有什么虐待 让家长能够来参与 这当然应该也是一个 比较合理的标准 因为呢 贫贱的人员 当然都是社会局的人 但是呢 有一些他可能是委外的 有些现实是委外的 在这种状态之下 有可能贫贱的人 然后本身呢 也就是从业人员 知道大家关系很好 那这些问题 未来都应该要避免 那么我们来看 很多的一些建议跟要求改善之处 为什么最后没有办法落实 必须要靠中央 比如说 建议要加装监视器 那有人建议呢 应该要加装云端的连线监视器 就是我即刻可以在手机上看到 脱音中心 老师在干嘛 我家的小孩怎么了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实务的经验上不可行 这件事情其实是实务经验上不可行 为什么呢 因为 首先但是问了很多的业者 业者当然都说反对 因为你看 假设说呢 家长一看到监视器发生什么状况 马上打电话过去 那老师就要过来接电话 那就没有时间去照顾小孩嘛 或者可能呢 你只看到背影 那或者有的时候呢 常常会引起一些误解 就老师这么做 是依照他的专业 他这样子可以照顾到小朋友 但是可能角度的错位啦 或什么的 那家长一看 就觉得哇 那你是不是在虐待他 但可能真的只是角度不清楚 然后就马上打电话过去啦 或者马上冲到现场啦 那其实也不是那么好 那么理想 所以云端的连线监视器 那实务的经验上 应该是比较没有办法的 而更重要的是 一般的监视器的 比如说要求要多少的话数啦 以及到底谁可以来取得 这些监视器的话 因为在现况底下 家长是没有被授权 可以去看监视器的 那为什么 因为要保障我们其他同学的隐私啊 其他小朋友的隐私啊 所以我是家长 我把小朋友送到你家托婴 但是呢 我要看我小朋友的画面 我是不能拿来看的 上次内湖事件呢 是因为就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所以家长要看 然后他才能看得到 因为状况比较特殊 但后来家长想要去调 他们也不给 是只有社会局 还有政府机关去调 才有办法调得到 所以到底谁可以去调这个袋子 那理论上家长担心 他为什么不能调 那再来比如说 对于保存日期的规定 其实也是没有详细规定的 台北市目前只能够建议 说一定要在14天到一个月 建议拖婴中心 应该都要保留14天到一个月 但我们说了 因为没有法 对吧 因为没有法 所以就是没有硬性规定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上面 这上面 因为这个文字比较小 我直接来讲 就是在2019年4月24日修正的 就是中央修正的 公布的额少法 第77之一条 有讲到说 拖婴中心 婴装设监视录影设备 所以中央的法律规定了 一定要装录影设备 但是录影设备 应该详细的规定 它到底是怎么处理 怎么利用 怎么查阅 怎么保存 或它的期限 交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所以我这边下面的红字 就是种种的状况 一定要等到 卫福部的社家属来演绎 目前正在演绎当中 那就像有网友留言 靠中央没有用 这个我们只能期待 好不好 这个我们只能期待 希望卫福部的社家属 尽快演绎出来 那到底监视器应该要什么 那些要求跟保障 因为在现况底下 台北市社会局只能够建议 台北市内的拖婴中心 要保存14天 但是没有处罚 像我们刚才说的 那如果 比如说你的保存 没有超过14天 台北市社会局 只能给你一张行政指导 但不能罚你 为什么 因为中央的法律 没有说要罚你 所以台北市 它就不能够对你开罚 因为与法无拒 那么再来 我们要问 如果是一般的违规 限期改善 行政指导 能不能够公告 一间拖婴中心 不能够家长只看到 它的评鉴结果怎么样 那如果它平常有违规 家长也希望可以看得到啊 所以我们就询问了 那到底一般的违规状态 家长可不可以看得到 那么台北市给我们的回复 是讲说 这些稽查跟违规记录 能不能公告呢 因为儿哨法第107条 跟108条的限制 所以没有办法公告 但是未来会不会公告呢 中央还在想办法 我们来看一下107条 跟108条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因为字很小 我直接跟大家讲 107条告诉大家 如果儿哨的福利机构 就是拖婴中心 违反了83条 第一款到第四款的规定 很严重的 就可以停办 并且公布他的名称 跟负责人姓名 下面也是一样 情节严重的 就可以停办 然后公告 那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 如果没有严重到停办 那就不能公告 法律上说 停办才可以公告 那没有停办的 就不能公告 所以先前家长在讲说 那他一般违规 比如说 突然的 他水电消防不OK 突然的 他师生比常常不符合 突然他厨师变老师 这种状态的违规 家长要知道啊 那家长才能够临时 要求他改善 或者家长临时 就把小朋友接出来 但是 法律规定 不能公告 那什么样的状态呢 这边讲说 违反83条 第一款到第四款 的是什么状态 第一个 虐待或妨害儿童 及少年身心健康 第二 供给不卫生之餐饮 第三 提供不安全之设施或设备 四 发现儿童受虐的事实 所以发现的这些状况 如果没有严重到 要停办 但是 其实蛮严重的 你看 比如说 攻击不卫生的餐饮 那家长 也要知道啊 不卫生 会死人的 那你当然是要 可能要停办 但不卫生 让大家拉肚子的 那为什么家长 不用知道 所以 母法 有很大的问题 就卡在107条 跟108条 那台北市社会局 双手一摊 那他也没法党 那么当然 我们只能够期待 立委能够尽快 把这条给改善 但是因为后来 我去查 发现有一个 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在 现况底下 这是那个我们 卫福部 社家署的官网 在这个官网上面呢 有一个财罚公告 就是我们可以去 找到底 这个 谁被罚了 我们点击去看 财罚公告呢 发现 其实限期改善的部分 通通都有公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边边 都是要求限期改善 那在这里面呢 托婴中心的名称 谁是负责人 违反了什么法条 处分内容 都是限期改善 也通通都公告了 而且下一张 我们可以看到 不论是罚缓30万元的 或者是停业的 都公告了 但其他限期改善的 他也是公告在这里 所以这就有两个问题了 第一个台北市社会局 跟我们说 因为法律的规定 他没有办法公告 但是 中央的卫福部 他自己就公告了 所以理论上台北市社会局 应该也可以公告 或者未来这个网站 他好 他目前还会再做修正 他再修正之后 那么全台湾的人 都可以到这上面来看 但是呢 这个网站 就是并没有很方便 因为他是依照县市来做分类 他并没有办法按照区域来做分类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 你家附近的拖婴中心的话 你可能会找到 整个台北市的 你可能会找到 整个新北市 整个新竹市的 就相对来说 搜寻没有这么方便 那么再来一个问题 是我们在质询的时候 我们强调 很多时候 关键问题在师生比 因为你很多照顾的条件 那比如说你一定要亲切啦 你一定要关心到每个小朋友啦 你要怎么样的照顾 其实只要师生比一降 一个老师照顾一个学生 那肯定就能照顾得无微不至 所以在过去 政府的一些会议 卫福部的会议 其实都讲了 世界各个国家 基本上收托以1比4为多 那当然师生比越低 是越好的 但是在现况底下 我们的母法的标准 师生比只有1比5 那法律规定1比5 业者他就没有动力 需求要改善到1比4嘛 因为我们说 只要降低师生比 许多贫贱的内容呢 就自然而然 自动的可以达标了 我们看这张图文 这是新闻的图片 我觉得这张图非常棒 为什么呢 我们看他里面有几个小朋友 123456 这里面有六个小朋友 几个老师 两个老师 师生比1比3 全台湾你去哪里找 师生比1比3的拖音中心 1比3的拖音中心 全台湾 一定是贵生生 贵得要死 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什么 是宣传照 是新闻的宣传照 哪有那么容易 有1比3的师生比 哪那么美好 所以如果师生比 但是你这样一看 你也会觉得 好像小朋友也蛮多的 对 1比3 你也都会觉得 小朋友蛮多了 更何况现况 法律规定的是1比5 一个老师要照顾5个小朋友 那一个老师 他就上个洗手间 或他可能专门照顾 一个小朋友的时候 另外几个小朋友 他就等于没人照顾了 所以重点是降低师生比 那么过去我在质询的时候 我们也调出了这份分析报告 也就是说 那你要多增加一个老师 很显然的 业者一定会多增加钱 那业者多出钱 就看家长愿不愿意多出钱 这是很自然的 就是人民也不能够都要求说 师生比一定要低 设备一定要好 但是我出的钱还要少 怎么可能这个业者也是要赚钱的 所以我们去算一下 他的成本到底是怎么样 根据会计事务所 卫福部所统计的一份资料 推算出来的结果呢 是托育中心 如果要符合师生比 从1比5变1比4的话 每一个小朋友 每一个月增加的成本 大约是2000块钱 都在最下面的报告 大约要增加2000块钱 我们来看有一个网友 就是吴若涵 吴若涵说 1比5是蛮高的标准 对资方来说压力会比较大 1比3干脆自己回家带 没错啊 所以对资方来说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现在告诉大家 就是对于业者来说 那他如果要增加到1比4的话 要出多少钱 要出多少钱 这边算下来 是多增加一个人 人事费的话 那么大约要出到2000块钱 每一个月多出2000块钱 当然第一个你看 家长愿不愿意出 如果有一间业者 他说我的师生比是1比4 那么但是我的收费就比别人贵 看家长愿不愿意 这个是市场交易嘛 这个接大欢喜 买卖双方接大欢喜 或者呢就看政府愿不愿意补助 那当然我觉得政府 纯粹补助 或者是呢 用其他奖励的方式 这些都是可以再研究的 那么我当时要求台北市社会局 说现况底下 我们也不可能一口气 马上就补助 每个人每一个月多增加2000块 要求所有的这个托英业者 然后都要让师生比 从1比5变成1比4 这也不太可能 那么有没有办法是 比如说我们把哪一些 有1比4的列为推荐名单 或者呢 变成是一种评鉴的指标 那么社会局告诉我们说 因为在现况底下 法律既然没有强迫规定 一定要1比4 所以业者呢 他也很难维持1比4 在一定的状态 那法律没规定嘛 所以比如说我虽然是走高端业者 我是高端的 我就是那个高收费 然后维持1比4的状态 但是因为法律这样没规定 所以比如说有的时候老师请假啦 或有的时候老师离职啦 然后或者有的时候呢 暂时没有到1比4的状态 那也没有人硬性规定我啊 那既然不是每一间业者 他都能够长久的 比如说一年以上 两年都是维持1比4的状态 我们就很难 社会局说就很难纳入到 评鉴指标 或列入推荐背书 所以实际上 有待市场机制 好 因为不是每一间业者 他固定都会维持在1比4 那社会局作为政府部门 就很难去帮这间业者来推荐背书 说大家请看这间1比4 大家去找他 这个理由我觉得可以接受 因为实质上 如果有业者 他自己是拿师生笔 来作为一种宣传的噱头 那他自己应该宣传的时候自己讲 对吧 就像有人说 我们这边专门是双语教育啦 我们这边设备环境特别好 我们这边都有什么外国老师 那他当然自己会去做宣传 就比如说在大安 就有某一间的这个托婴中心 他宣称自己的师生笔是1比3 那当然他的收费非常贵 45K 一个月要缴4万 那又是双语教学 所以社会局告诉我们说 未来对1比4的业者 另外会有奖励跟补助计划 这整个就在演绎当中了 就是在演绎当中 那当然我们社会议员 我们会持续追 因为社会局给了答复 这109年就会率先调整相关的补助计划 好 所以到明年 那我们会持续来追 我们会要求说 这个你们开的公厅会啊 什么东西的 能越快就越快 好 但是 我有一个黑人问号 我有一个黑人问号 为什么呢 就是 业者很难恒常保持1比4 为什么就很难纳到评鉴标准 评鉴不是本来就是一种好的给你打分数吗 对吧 所以如果你业者有达到1比4 我应该就给你打高分一点啊 你没达到1比4 那你就是正常分数嘛 评鉴不应该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这个问题 我也还会再去询问社会局 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把师生比变成1比4的话 其实其他很多评鉴的指标 通通都相对来说没那么重要 因为只要师生比降了 那当然就会变好 好 我有看到这个网友的留言 就是非常的感谢我们持续来努力 那再来一个问题 是当时有在说集体诉讼 市政府说我们来协助集体诉讼 那说好的集体诉讼呢 这个社会局给的那个答复 因为他拆公文啊 刚好是正反两面 所以这个贴的会有点模模糊糊 不过反正大家看来不是很清楚 首先呢 社会局说团体诉讼是法律辅助基金会的事情 所以呢 联络之后发现目前没有家长在进行团体诉讼 那社会局当然也很愿意去给予辅助啦 给予辅导啦 这样子 但其实是什么呢 实际的状况是我们发现 台北市政府介绍了当时的家长法福 可是呢 家长不符合法福的条件 所以集体诉讼完全没下文 好我们看到 左边是 右边是 申请法律辅助 有一些审查标准 比如说你要是低收入户啦 你也是特殊禁忆家庭啦 等等的 但当时就是送到内湖脱婴中心的家长 那不符合这个条件啊 他们只很简单 就是因为送到这一家 但这一家出问题了嘛 好 所以到底怎么样 要来协助他们 好 那其实我当天有问社会局的人 社会局的人讲说 这个就要问法务部啦 就如果真的要台北市政府出面协助的话 要问法务部 好 所以呢 呃 这个虽然不是社会局的管辖范围之内 但我们也会在持续追踪 那并且呢 看有什么样我们能够帮忙的 我们也愿意来帮忙 好 再来 因为要推动很多的法律 或者我们要做很多的建议跟改善 那其实对公务人员来说 他一定要有一些谋法 比如说台北市政府就觉得很多中央的母法 不过他这边就没有办法来做 比如说没有法则 台北市政府他就没有办法自己去开法 好 那么不论是中央或者是地方 其实他们要去做一些事情 一定要有一个大义的名称 所以我们帮大家找出来 其实就是儿童权力公约实行法 好 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一定要尽可能的保障儿童的权益 好 这是我们台湾自己的实行法则 好 那当然 有什么地方是台北市能够优先于中央先做的 这个部分我们还会更努力 有些东西 大家会很期待 就是 其实呢台北市的社会局在托英这一块 真的是全台湾来说做的是相当好的 在这边我们是要给社会局的很多的 基层公务员们就是掌声 他们真的是做得不错 那么台北市的各种的福利 其实也都是算是比较高的 也都是优先于台北 不论是在托育或者是在幼稚园的这一块 台北市的福利一向都是相当高 都是领先于全台湾的 好 那么当然后来中央又推了很多的政策 其实对台北市不见得好 所以我们要问了 既然有些地方台北市可以优先于中央 那么在托英的这一块 尤其是在积和 或者是能够更加照顾小编的部分 有什么地方是台北市能够比中央更好的 那么我们议员会持续的来努力 我们会跟社会局沟通 我们也会把跟家长们沟通讨论到的意见 然后来问社会局 有些地方虽然罚没有办法罚 但是鼓励 那台北市政府可以先鼓励 所以像是降低师生比的部分 我们希望台北市的社会局 能够尽快的去研拟出一套相关的方案 因为罚则是需要中央的法律说有罚 台北市才能罚 因为开罚这个台北市 比较没有办法自己开罚 但鼓励的部分 台北市政府可以自己先做 当然关于社会局有哪些努力 那当然还有业者的很多辛劳 我们讲这些并不是要去妖魔化托英业者 并不是要说托英业者一定都是小人之心 他们都想违规 没有没有这回事 其实认识到很多通业者 他们也会反映他们的辛劳 就是有些地方真的是不敷成本 有些地方真的是也很难作为 那再来还有一些是中央法规的障碍 那未来呢 我们有机会也会持续的再跟大家来做探讨 所以台北市政有关月同的这个事情呢 未来我们也还会在持续追踪 跟各位报告 接下来的话题就非常政治性 我不知道这个收视率到底是会突然的就跌下来呢 或者收视率会突然飙高 其实呢依照时间来讲我们也是可以跟大家讲说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但因为我后面PPT我做都做了 所以我就觉得不讲时代很可惜 所以下面的这个话题我们还是来谈一谈金马奖 还是来谈一谈金马奖 那么前面的话题比较严肃 这个话题呢也是蛮严肃的 也是蛮严肃的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前两天的 在昨天的公告 大陆的国家电影局就讲了 我们就暂停大陆的影片跟人员来参加 我们台北的这个金马奖的最新的消息 消息越短呢 其实就表示越重要越危险越可怕 但是呢在去年呢 去年的11月20号 去年金马奖结束 其实一度就有风声说大陆要抵制 今年2019年的金马奖 但在当时的国台办说这是假新闻 他就是说在去年的国台办 还没有这个意思要来停止或抵制 去年呢 去年的11月说没有要抵制 但是到了今年就抵制了 我们看今年呢大陆就是封杀嘛 就是不让大陆的人过来 那国台办讲说是因为台湾的政治生态 跟民进党的政府的一些关系 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时候 这前后去年跟今年呢 其实发言的国台办副主任 龙明彪是同一个人 他去年11月的时候说没有要抵制 抵制是台湾的假新闻 但是现在呢他都说要抵制了 因为这是民进党关系 所以可见一定是在这半年以内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定是从去年到今年以内 发生了什么事情 才会有这样一个转变 那当然也不 因为如果真的要抵制的话 他去年就会直接讲对从今之后都抵制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当抵制发生之后 台湾方面是怎么回应的呢 台湾最早呢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于宛如发表了一篇贴文 谢谢中国推出还给台湾干净的金马奖 然后我们的文化部啦 然后我们的行政院啦 也都有做出一些回应 那回应呢我用红线画出来的 基本上都是讲说 政治不要干预 政治不要干预文化 那电影不要受到政治力的干扰 政治归政治 艺术归艺术 归林高归林高 不好笑 总而言之就是政治文化是两回事的 但是我们要来追根究枝 去询问说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 它的前因后果在哪里 因为在去年的金马奖 去年的金马奖呢 我们最佳纪录片的导演 副导演 副导演呢 他就说 真的很像有一天我们的国家 可以被当成一个 真正独立的个体来看待 那么这个言论呢 其实就是支持台独的言论 对吧 这个就是支持台独的言论 所以他在去年的金马奖 率先的台湾方面的导演 讲了支持台独的言论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当他讲完这个话呢 当然这个讲完了最后 大家底下鼓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李安 李导演的这个当下的神情一变 神情一变就表示是有点紧张 至少没有像旁边的郑立军笑得这么灿烂 那这是当然的我们可以理解 那么他讲那个话 你说对不对呢 那对于他的立场来说 肯定也很正确 对于台湾的任何一个环境 任何人在电视上 任何人在自己的脸书上 讲这些问题 讲这些事情都很正确 因为发表支持台湾独立 这是在台湾言论自由的环境当中 很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 好 但是我们要 我举个比喻啦 比如说今天呢 我们看到是小朋友 很开心的抓州大会 旁边呢是一个老人家 大寿的日子 你受邀参加这个活动 啊小朋友你好啊 老人家你好啊 人一定是会死的啦 那你讲这个话呢 说对不对呢 那当然很对嘛 人毕竟是会死的 但是你在参加这个场合 讲这个话 有什么意思呢 你很显然的就 没有找对那个场合 这个场合不是让你去讲 人都是会死的嘛 你讲这个话就没有意义 你在这个场合 你就是祝大家 长命百岁 但如果这个老人家 如果已经一百岁 你就祝大家这个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是吧 也祝这个小朋友 未来就是能够宏图大财 孝顺爸妈 发大财 所以什么场合就讲 什么样场合的话 所以很显然的 在去年的金马奖 是台湾方面的导演 先在这个场合 讲了一句政治性的话 所以后来呢 那怎么办 后来大陆的方面的人员 就要上台啦 他如果不做出一些回应的话 肯定后来也会被大陆的人骂 大陆的人会讲说 那为什么你上台之后 你不反击回去 你不说一些什么话 你是都默认吗 可能他们回去之后 也会被大陆的观众们骂 所以大陆的去年的 前年的影帝上台之后 他就讲了 很高兴能够来到中国台湾 做这个金马奖的颁奖人 然后来到这里感受到 两岸一家亲 这是他去年就讲了 两岸一家亲 那当然他讲两岸一亲 两岸一家亲 然后我们的新闻 大部分都是报 负面的报道 网友气炸 那遇到这件事情 就让整个金马奖 遇上了这个政治的风波 所以 其实 作为这个主人的李安 他当时是非常无奈 他当时作为这个金马奖 这个主办方 他是觉得非常无奈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在去年的报道 我们不要看今年的 我们看一下去年的报道 去年的 去年的报道 李安说 不管怎么样 大家都是客人 不管你是哪里来的 来金马奖 艺术归艺术 不希望有任何的政治事件 或其他的东西来干扰 他觉得艺术是很纯粹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尊重这一点 并且呢 他有感而发 他觉得呢 金马奖有这样的成果 那在华语区 没有一个影展能发展成这样 请大家给电影人一种尊重 那后来呢 就是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在大陆的微博上 也掀起了一波 反台独的浪潮 那很多的艺人也都表态 最后 媒体问 他说 你担不担心 因为有台独的言论 影响到明年 引人参与的盛况 李安最后受访的时候 无奈的说 不晓得 明天再想 我尽量做到主人 我已经尽力了 这是去年的报道 所以很显然的 我们知道 哪一件事情是先 哪一件事情是后 是台湾方面 先讲了台独的言论 那么大陆方面 也讲了 反对台独的言论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就有讲了 去年的媒体 就开始讨论 是不是应该担心 明年的金马奖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各讲各的 也没什么 是吧 就是台独的说 支持台独 然后两岸家亲的 就说支持两岸家亲 那你讲你的 我讲我的 讲完了 大家就和平没事 也就算了 其实理论上 也就挺好的 但是在后续 台湾其实引发了 不少的政治风波 就是不论是蔡英文 然后郑立军 然后因为当时 又在选举 所以很多人 就拿这件事情 然后来做攻击 来做炒作 然后 如果大家 还有一点印象的话 但是甚至很多人 拿这句话 去抨击柯P 就说你看 柯P 你也将两岸家亲 那这个大陆人 也将两岸家亲 所以柯P是染同了 都有这样一些 政治上的后续影响 所以在政治的一些影响之下 大陆方面 当然也就会考量 那首先呢 是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那大陆的金基百花奖 这是大陆的影展 就是呢 金基百花跟金马 合称华人地区的 三大影展 那金基是比较专业的 百花呢 是由观众看这个一般人民大众所喜好 所以取向稍微不太一样 当今年六月份 那大陆的金基百花奖 跟今年的金马奖 是有壮起的时候 台湾方面 说 那自不量力 因为台湾方面觉得 还有一点骄傲跟自信 觉得说 那肯定大多数的艺人 会希望来参加金马奖 那既然会面临到选边站的尴尬 所以大陆现在的决定 是讲说下禁止令 防止艺人选边站的尴尬 是吧 就是因为呢 你看 其实这对艺人来说 就是挺尴尬 是吧 就是他原本呢 在艺术的殿堂当中 是不需要去烦恼这些事情的 在去年的金马奖 是吧 大陆的艺人往年 过去几年以来 也都坐在那边 没有任何人发表 任何政治性的言论 大家都是觉得很开心 能够参加这样的盛会 祝福越来越好 但是为什么去年 会发生这件事情呢 就是因为有人 先讲了政治性的言论 那你就会逼得另外一方 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回应 所以大陆方面 大陆的官方干脆下令禁止 也就防止艺人选边站的尴尬 另外我们再来看 就是其实停办金马奖 这件事情呢 民进党的立委很早都有建议 在早期 民进党就讲说金马奖 根本是中国统一的文化预言 应该要停办金马奖 他说既然奖都被大陆人拿走了 就应该要停办 那当然当时也被炮轰了 那我们也看到 在2014年的时候 还有人讲说金马奖是文化统战 所以现在我们再来看到 过去这些言论 其实也会觉得挺奇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觉得金马奖是统战 觉得应该要停办金马奖的 是这些人 现在就觉得 你们不来金马奖 是你们的损失 好啊这个是吧很开心 又是同群人 这其实会有点自相矛盾 跟神经错乱 好 那么再来因为我们最后要讲的是 其实总统府的回应 我们觉得 我觉得不是很OK 为什么呢 他讲说 这是大陆官上向世界透光的一扇窗 好 那当然他说什么 对中国人民感到不舍啦 这就表露一点自己的同情心啦 什么反正官方预言嘛 但是这句话 其实就透露出了一些无知 为什么呢 因为为什么大家会觉得金马奖很棒 确实在几十年前的金马奖真的很棒 就是早期台湾的各种的演艺啊 或者是电视剧 然后或者是音乐 在大陆都是非常的红的 所以如果在三十年前 大陆人看金马奖 觉得那真的是一场盛会 因为当三十年前 大陆的电影产业还不发达 但是到了今年 大陆的电影产业能叫做不发达吗 大陆的电影产业需要透过金马奖 才能够走向世界透光的一扇窗吗 可能不是这样 为什么 我们看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六十九届的柏林电影节 华人导演 阵容强大 这是柏林特派记者 那再来呢 是由大陆的演员 包办了柏林影展的影帝跟影后 也就是说在这个年头 大陆的电影 需要透过台湾的金马奖 然后来走向世界吗 我觉得这其实是 辅方这么讲 可能有点时空错乱 他三十年前这么讲 可能是正确的 但是到了现在 大陆的影片走向全世界 不见得要透过金马行展 而且当我们也看到 许多会来到台湾的这些艺人 也都没有办法来了 当然在这边 我觉得不来是很可惜的 因为会失去台湾人增加 对大陆的好感 以及认同的机会 因为很多的艺人来到台湾 毕竟会让台湾人觉得 哇那海上很好 两岸之间是有交流的 会增加一些好感 但如果都不来了 你就会失去了增加好感的机会 那其实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要做个ending了 我们直接来做一个结论 做个结论 就是既然呢 民进党或偏绿营的人 告诉大家 金马奖是有海洋 一般的包容 那么你何惧被染红 哎呀我的惧打错了 海洋怕被染红 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 如果我们真的是 多元民主自由包容的 你怎么会容忍不下 两岸一家亲这五个字呢 两岸一家亲这五个字 就被民进党的立委 骂到臭头 那你怎么会 不能够包容两岸一家亲 这五个字呢 有的时候你觉得 你看我们要排挤中国大陆 我们不让他 我们要跟全世界一起排挤中国大陆 那到底是你排挤他 还是你被排挤呢 有的时候到底是你排挤班上同学 还是全班排挤你呢 这确实是大家值得思考的问题 好 节目的最后 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好朋友 这两天是台风天 提醒说好朋友 千万不要外出 不要玩水 注意安全 如果看到有任何的问题 要比如说路面的破损 路数的倒塌 有任何的问题呢 记得要打1999 要打1999 高速市政府 那么如果有遇到停电的相关问题 要赶紧联络台电1911 1911 那当然最后呢 我们还是要给 这个在台风天 辛苦工作上班的同仁们 致上最高的经历 大家辛苦了 再次跟大家讲 最后提醒民众 千万不要外出 不要玩水 注意安全 遇到事情 打1999 台北市打1999 台电打1911 好 再度向所有的朋友们 台风天辛苦了 没事 千万别出门 我们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 我们下周再会 拜拜